大家好 我是阿凯 这部各大平台都开始双十一预热活动了吗 我们这里呢 虽然说是线下 但是也是紧跟潮流 也是迎来了第一波的换机热潮 又拿iphone12 Pro Max来说 去年的旗舰金黄a10的芯片 配合一块偶类的大屏幕啊 啥游戏都能跟你跑起来 6.7寸的机身设计啊 因为机身的够大 搭配的也是大电池 保证没有续航的问题 并且手机最近价格呢 也是跌了许多 就拿iphone13 510的顶配来说 目前价格是已经稳定在8000来块 而iphone10Pro Max 512G的顶配的价格可比13少太多了 性价比可以说是不言而喻啊 其次呢 就是这次换机槽里面 异常火热的iphone11Pro Max 这款机器呢 算是争议比较大 因为5G的时代开始慢慢普及 四季的手机也将慢慢淡出历词的舞台 但是就是和当年的普及四季一样 我们也是用了四五年的时间 所以目前iphone11Pro Max呢 是完全可以占用几年的 毕竟a13的芯片是大安卓厂门还在追赶 以前价格呢 也是因为iphone12的暴跌 突破跌至了四开头的价位 马上要破4000了 这是性价比的神机了 同样处于四开头价位的 还有iphone12 我也都了解啊 普通与普通麦斯属于旗舰机 iphone12呢 算是一款入门款的机型 适合像我这种没有用过5g苹果人来体验啊 或者说是体验iOS系统都是非常不错的 目前价位呢 也是低于手机的一个阶段 毕竟要为今年的iphone13上价嘛 a10的芯片配合一块6点一寸的偶泪屏 配置性能方面再用个三四年都是完全没有问题 配合手机壳使用也是完全不用担心散热的问题 目前清价比来说是非常香 时间不多了 我是阿凯 我们下期再见